诗仙李白曾说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之水真的是天上来吗 黄河在青海省境的上缘共有三条 其证源为巴沿喀拉山西断北路 驱马来县的凯日曲 及南缘 往东流至星秀海湖找驱后 与中原约古宗列曲 及北缘扎曲会合 在流经扎陵湖 厄陵湖这两个泉流域 规模最大的湖泊 绕行一个巨大的曲折 然后到达龙阳峡 对河源的认识 人们探索了两千多年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中国最早两部地理著作 与共和山海经 前者任为黄河源出击石山 后者则任为黄河出自昆仑山 这两座山的位置 今已难以确止 大致在今青海省东部 汉武帝时张千通西域 得知西域人普遍认为 塔里木河从沙漠中 潜流到了东方 于是汉武帝将昆仑山 只为塔里木河南面的山脉 西晋时的博物质 以经济数黄河发源于星秀海 唐初的将领侯军级征讨吐骨浑石 曾过兴肃川 观河源之所出 岩氏祖时 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河源考察 考察者都曾到达兴肃海 当时地理学家朱斯本江一部 范文著作《一成汉文》 其中将河源速至兴秀海西南百余里 从传世史籍来看 唐 原人所指河源 军位金黄河正元卡日曲 清朝人对河源的认识 却严重倒退 错将约古宗列曲座位正元 1952年 黄河河源查勘队的科学考察 仍重复了这一错误 直到1978年 才由青海省组织 另一次科学考察 将错误纠正过来 并得到国家的正式确认 黄河在入海处 形成明显的河口三角洲 其顶点在山东肯立县宁海 位于渤海的西南部 是1855年 河南南洋洪瓦乡 绝口改道夺大清河 入渤海后形成的 三角洲长70多公里 面积达5 450平方公里 海拔2至10米左右 三角洲上河宽 400至500米 水深一般2米 每年大约有6-7吨泥沙 在河口区堆积 有4亿吨泥沙带至渤海沉积 因而河口向渤海延伸很快 其中 1855至1926年 位21公里 1926至1935年 位16公里 1953年 以后位24公里 入海通道很不稳定 经常改变 废弃河道高2至3米 使得三角洲平原 呈波状起伏 1至4米 穿沙带4米 不稳定 穿沙带4米